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永远是最认真最配合的那一个 刚才我们到山上去找那些列举的时候 爸爸们在这熬着糖做的冰糖葫芦 就是希望能讲给最乖最听话和最勇敢的小朋友 大哥你看我发给谁 他们全部都听话 全部都勇敢 他很听村长话 最听村长话的是成龙大哥 给他教给他的任务 特别冷的天 零下35度跑到深山老林里边 去带着孩子去完成任务 真的很冷 但是大哥那时候会尽心的去照顾每一个宝贝 没有跟我们节目组 没有跟我去抱怨过任何的事情 他所能做的永远比你要求的要多 所以好多了吧 嗯 好 一二三 好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哥 是大家尊敬他叫医生大哥的最重要的理由 在那一天的时候所有的宝贝们都特别的喜欢他 然后都特别真心诚意的喊他叫大哥 大哥 我觉得那天真的叫的 所有的老爸们也都喊成龙大哥 所有的宝贝们也都喊成龙大哥 然后跟他都特别的亲切 我觉得有成龙大哥来的这一天 是我们非常快乐的一天 然后这一期还有一个惊喜就是志庭 志庭也会来到我们的整个节目组当中 带着大家一起来跳功夫瑜伽舞 智庭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伙子 在我们团队里包括到我们住地的地方 就有很多姑娘偷偷的跟我说 说瑞哥我很喜欢志庭 但是听到这句话呢 我没敢接 因为直上那天的录制特别特别的紧张 可能想跟他拍一张照片的机会 也没有 因为拍完了马上就坐飞机就走了 但是志庭来的这一天 也会用他特别阳光的 虽然被35度的低温冻得偷红的 但是依旧阳光的笑脸 能够感染到我每一个人 所以真的要特别特别 暂时再说一声感谢 代表我们国TV 代表我们到吧去哪儿 要谢谢成龙大哥和志庭 来到我们的爸爸去哪儿 来支持我们 我们也在这儿 祝愿我们大哥和志庭 还有一心我们主演的功夫瑜伽 能够在大年初一的时候 大脉若脉